很爽啊 竟然是在我們這間破新竹市的最佳隊士 學到很多東西啊 第一次打木棒就可以打到四強 我們球隊就是打像心地打 很喜歡這個團隊啊 因為大家的氣勢跟聲音都非常的好 所以讓我們有這個機會打進四強 我從國瑜就進來成德就讀 國瑜進來什麼都不懂 印象我最多的教練應該是陳同廷教練 球隊的運作啊都是他在帶的 他就有改成頭這樣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一個月之後就開巧 就從頭到就是對我這個知識 教練吧 就一直盯著我們練球啊 然後開了課表啊 然後都有得到不錯的效果 高中最多的話應該是蔡成賢教練 球場上是好朋友吧 私底下像我爸爸這樣 正常教練跟選手都會有 中間都會有一個隔閡在 不希望是有這個 跟他們有那個 他們有什麼問題 不知道私底下 球場上 那都要來告訴我 他最常跟我說應該是心態吧 就是上去打不要怕啊 喜歡就打啊 打不打得好沒關係 因為棒球是一個失敗的運動 對要接受失敗 我們從國藝到高山 全部都是在一起 默契上跟自己的想法 有可能 自己同學都比較了解 讓我們的成績會越來越好 不用再有 再重新再適應環境 因為每天 郭高中都幾乎在一起 所以 他高中要幹嘛 跟他在國中的時間都一樣 所以不會說適應不良的問題 跟他們一起打算 就是彌補三年前的遺憾吧 三年前我們就同一批人 結果我們一直在三連敗啊 然後 沒想到三連後 這些大躍進就到市場了 這次木棒聯賽 然後第四名 對 成德 對新竹市的棒球 都是一個大進步 接下來的目標 每個人都是想要拿冠軍 我們的目標也是一樣 有朝一日 我們也會 往冠軍事務邁進來